鬼岛之音 希望能带给全球华人及华语听众 最赤裸没有包袱的内容 嗨 我是鬼岛之音的Emily 我们跟台北市的独立书店 左专有书合作的主题书展 还在进行中 鬼岛之音的听众 够书可以享有 就五折优惠 我们在一月底还会有现场的活动 乡亲请见鬼岛之音的脸书 IG或是推特 新年快乐 我们左专有书见 欢迎回到来自无心的你 接着上一集 我们今天继续来聊香港 2014年的9月 我刚抵达香港不久 就发生了雨伞运动 那天晚上 我跟一位记者朋友 开始往刚到的市中心移动 因为听说要发生了 在路上 我们看到香港人 有年轻的 老的 一群的 一个人的 他们在大马路上 一起搬重物 建立障碍 几个小时后 警察发射第一颗催泪瓦斯石 位置在桥上 那是雨伞运动的第一天 之后 我认识了许多在前线的香港人 有搭帐篷的 占领金钟的 被捕的 做纪录片的 也看到17岁的周婷和王志峰 在人群中演讲 他们的诉求很简单 他们希望能自主管理香港 这个诉求我相信 生长在民主国家的我们 可以理解 从1997年香港被回归 北京政府就阶段性的 在改变香港 而这两三年来 速度越来越快 2020年 香港国家安全法生效之后 民运人士及民主团体 被恐吓 逮捕 入狱 新闻工作者也成为 政府清算的对象 从世界历史上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政权要控制民意 就要先控制新闻媒体 今天我们采访一位 香港的新闻记者 他将告诉我们 在香港国家安全法之后 从事新闻工作是什么处境 他身边的同事们 受到什么样的威胁 以及他们为什么 必须做出自我审查的选择 他化名为阿猫 为了保护他 我们不透露他的真名 或是他的报社 接下来 我把麦克风交给 主持人Y平妹 本集的电访时间为 2021年3月 大家安 大家好 我是Y平妹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下香港 香港这几年 社会运动蓬勃发展 比较知名的大规模抗议 包括 2014年9月到12月的 雨伞革命 当时700万人口里面 大约有120万人参与 是香港史上第二大的示威活动 而香港最大的示威活动 就是在2019年 反对逃犯条例 收定草案的运动 简称反送中运动 最高峰 主办方称有200万人上街 约赠了香港人口的四分之一 那中间历经了很多激烈的警银冲突 像港警有多次出动水炮车 催泪弹甚至包围学校 还传出多起疑似示威者被自杀的事件 因为这些事件更加激化港人跟政府之间的对立 那到了2020年6月30号 香港版的维护国家安全法落实之后 政府开始依照这个国安法 大抓特抓泛民主派人士 杀鸡儆猴 那这示威活动才趋于平行 这一连串的发展呢 就让国际社会 斥责中共政府高压治港的手段 甚至批评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的时候 当初中国政府承诺50年不变 在短短不到一半的23年岁月中 几乎就要破灭了 而香港也迎来一波移民潮 光是2020年香港的禁移出人口就高达3.98万 是1961年来最大的跌幅 移民人口飙增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 香港人对现状对未来的不安 我认为一国两制已死这个说法 它是确实某种程度上在反映 大家对于香港现在制度上 还有自由被线缩上的一种焦虑 也能够反映出香港发生的巨大的变化 这次我们请来目前在香港 从事新闻业的青年 那为了人生安全 他决定用阿猫这个匿名来呈现 请他来跟我们谈谈 香港反政府运动后的现况 从生活到新闻业有没有什么巨大的变化 嗨阿猫你好 嗨你好 我们想要请教你 就是在这一次香港的国安法实施之后 应该蛮多人认为香港的言论自由就紧缩了 那因为你从事的是 对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感受比较深的新闻业 那你觉得在工作上面有差别吗 是有的啦 就是我们平常做的新闻报道 按照以往的模式 我们应该要做的话 就是会谈到很多跟政治相关的时间 即便是我们做一些社会议题的访谈 但是现在的话 我们就会去减少这些议题当中 就是政治的成分 了解 所以跟你过去 你可能在新闻也有四五年了 从刚踏入到现在 你觉得改变最大的会是什么 应该说我们作为一间外界表现出来 没有什么特别立场的一间媒体的话 我们其实以前就是会蛮跟着 当时的一个新闻取向 应该说当时整个社会氛围吧 去做一些新闻出来这样 可是现在的话 我们会尽量的去选择思考 说这个新闻会不会带来一些政治的风险 这可能更多的是从报道安全的角度去考 了解 所以要去判断说这个时候 可能怎么样报道会比较保险 是整间公司他会有一个会议 去布达这件事情 还是说其实他是每个记者 或者是你上面的长官去做把关呢 一开始可能是大家都会有些试探 可是当你会被长官去提点的时候 你就会说 这个部分我下次可能就会比较注意 那以后你就慢慢形成一个 自我审查的一个机制 慢慢去摸索到说 这个题目是不是可以去尝试 还是说我做一些比较软性的题目的时候 能不能碰到一些比较敏感的层面 了解 所以说在这样的变化是在反送中运动之后吗 第一个是时间点 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点 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再就是我们可以谈谈 如果是你们在对中国内地的报道 那时候可能刚好会碰到是疫情爆发的时候 那那时候可能最初期比较知名的话题 可能就是那个吹哨人李文亮的事件 就是他是第一个 跟大家讲说有这个肺炎疫情的一个医师 那他因为太早讲了 所以可能中共官方说他可能在造谣 有这样的一个事件 那你们在香港在报道这件事情 会有因为反送中运动之后的言论的情况 会有不一样吗 其实反而没有因为我觉得香港的新闻 他真正请说还是最近这段时间 也就是国安法通过之后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因为在国安法通过之后 当局还有北京方面其实用了很多的手段去 将一些意见人士去做提到 或者是做某一些方面的舆论攻击吧 所以其实大家都会知道说 如果我踩到他的线 而且他的线是浮动的 不经意间就是触犯到他的那条红线这样子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算他最后没有办法用国安法去控告你 或者最后他没有控告成功 可是也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 当然其实就新闻记者本身而言 目前面临到的这类的案件 相对来讲还是比运动者要少很多 那如果说刚刚提到在采访 可能在报道疫情的部分 他的观点会大多是来自中共官方的意见 还是说就是外界有些质疑的声音 你们也会写进去呢 李文亮这件事件我们的报道取向 其实是跟内地的那些网路上面的舆论是蛮相似的 就是大家都在同情李文亮的同时批评政府 对他还有对整个疫情的举措的时候 其实整个香港的风向 其实是跟中国的网路是相似的 但是中国政府那个时候他做其实是地方政府也好 或者是当时的医院或者当时他们那边的警察 他们做的一些举措其实在香港这边也是一样激起了很大的愤怒 传媒的话他的报道取向某种程度上也是跟香港的民众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而这也可以体现在说香港很多民众当时有公开的去悼念李文亮 以及去声援这一部分的在中国 就是跟官方的话语模式有违背这一类的医者 那因为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就是国安法在香港落实之前 那在之后你们在报道中国事件 可能说他们有一些社会的议题 一些可能示威游行 或者是一些就是他可能在表达意见的一些新闻 在过去跟现在会有什么样处理的差别 我们以前会派一些记者去中国做一些相关的访问 有机会去访问到一些运动人士 像是之前在广东发生的一些工人运动的事件 家世公运之类 那我们会采取的是派一些记者去打探 或者在网络通过电话之类的行事 然后跟那些运动者 以及他们的领袖去做一些对谈 然后把他们的真实声音传达出来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会采取的策略是 尽量减少这类的报道 所以可能就是有报道这件事件的发生 但是就不会去做电话采访 或者是到现场采访 这样比较积极的采访动作是吗 对我们会做一些新闻取向上面的取舍 还有就是我们会减低它的曝光的频率 这样子 所以这样的准则应该是说 它在整间媒体都是这样适用 对吧 就是可能国际新闻 其实因为我们去采取报道这类新闻的时候 往往都是要参考说 中国那边可以获得到什么资讯 所以他认为说港媒可能就意味着一种不安全 了解 所以他们其实反而会害怕港媒去采访 可能会让他们运动更艰难这样子 是 那如果再报国际新闻或是两岸的新闻呢 会有其他变化吗 像可能最近是缅甸的反军事政变运动 那你们会去写相关的报道吗 其实有 而且是还蛮多 而且我不认为说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报道 报道的倾向 现在没有看到 所以可能像泰国的反皇室的运动也是 都是在国际新闻上面不太有太大变化这样 因为在之前香港的苹果日报有 就是被警方搜索 那大概是还蛮大阵仗 大概有两百多个警方 就是进去他们的总部 那有一些中国资助的机构 也会去起底一些自由派的媒体的记者 也是有不少香港苹果记者的各自被放在网络上面 你有认识就是同行被起底过吗 我们蛮多同行 跟认识的都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那他们怎么去看这个行为 他们会不会觉得这个工作带给他很大的压力 我所了解到的是他们表现得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反应 他们应该是觉得说也不用太理会吧 可能最多就是会减少去中国大陆的次数这样子 所以他们不会觉得说这个带给他们就是生活 或者是工作上面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也是有就是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因为在某一些立场比较偏黄的媒体工作 然后他的家人就接到了一些警告的电话 然后因为他的家人刚好是在中国内地那边生活 所以他的家人就被恐吓说 让他离开那间媒体 那刚刚那个阿猫提到黄的媒体 就是他比较民主派的 因为那时候抗议的时候 他们的代表颜色是黄色 所以就是比较黄的媒体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刚刚讲到说 那些就是在中国的家属 就直接被公安吗 打电话骚扰这样子 是直接跟他们讲说 叫他的小孩不要再做这个行业 是的 是的 但是具体是哪一个部门 我就不是很了解 总之就是有接到电话 就跟他们通知这件事 那你的你那个同行就离职了 这样子就不做了 是 那会不会有这样的压力 会让可能香港的现况 然后或者是他可能会面临这些压力 会不会有就是记者的离职潮啊 其实香港的记者 我觉得是这样子 如果他没有办法呈现他想要的 报道的自由空间的话 有些理想派的人士 应该会选择离开 因为其实在香港做记者 大多数的记者同行 他的薪水并不是 一个在香港算是优渥的薪资 应该算是中等吧 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这边薪水不高 又没有办法做到 他想要做的事情 他就离开了 那你身边有认识这样的人吗 多吗 我觉得是有 但是有没有到很多 我觉得还是要看说 他可以为他的理想 牺牲到什么程度 或者他有没有一些 更好的工作的选择 因为人还是要吃饭的 在香港我们一般都会说 就你还是要吃饭 就你这样看 就是香港现在情况 你就新闻媒体 还能做到 就是监督政府 这个第四权的角色吗 因为从英智时期 它本来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 就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是后来就是在香港的一些 我不太记得说是中学教材 还是什么教材 就早几年吧 已经将有关新闻媒体监督政府的这项功能 给它从教材上删除 就是说他更加强调说 新闻媒体它其实是一个可能偏向于娱乐 或者是偏向于给大家带来一些生活上的便利也好 他把那一句监督政府给它删掉 其实某种程度上政府其实有一点没有办法去很客观 或理性的去理解新闻媒体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觉得这是蛮遗憾的 当然那已经是在反送中事件之前很多年 就已经发生的事情 因为你教科书某种程度上 它也不能够完全反映说 这个社会到底新闻自由或言论自由去到了哪边 可是当你今天你去看说 政府它去设定一些红线 比方说警察在反修例示威之后 他制定了一些说 他就是给记者发一些新闻的采访证 然后你如果你那些媒体被他列入了blacklist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你说 你必须要在我封锁线以外才可以访问 就你的mine就只能拿到那边 然后不能进入到我的势力范围这样 他就会去选择说哪些媒体是他要的 所以说像现在 第一个就是你讲的说 在这个运动之前 就是教科书就有一些变化了 就是要弱化这个监督政府的角色 然后现在是采访的部分 就是官方会给你一个采访证 去阻绝他不想要接触的媒体 这里其实蛮妨碍新闻自由了 那除了这一点之外 有没有什么其他 就是他不想让你采访 或是不让你直播的情况 我觉得采访这件事情 他如果公开的宣称说 我不接受谁谁的采访 好像又有一点就是太难看了 所以他们做的也是会比较温柔一点 但是偶尔也会有强硬的时候 比方说之前武汉肺炎 在香港开始发生的时候 其实香港的所有的媒体 就无论任何一个立场 他基本上都是用武汉肺炎来形容的 可是后来就是演变到说 各家媒体它纷纷的开始更换这个名称 而且这种更换它某种程度上 有时候它并不是直接来自于政府的压力 而是你不知道哪里来的舆论压力 开始就是向每一个媒体传达说 你如果这样下去 你就是一个黑豹媒体 或我是黄思媒体 你就是一个黑技 所以它在这个环境之下 大家有时候会恐惧说自己被贴上标签 显得我们好像就是有一个非常既定的立场 那我们为了安全体制 某种程度上也都纷纷的去改变这样的用词 所以其实因为就是那种自我审查 或是害怕别人贴标签这样的情况 就是可能香港一些媒体的动作 反而会比政府实施说 你不准用这个名称的速度还要快 是这样吗 应该说我们没有说要特别去回应这些事情 可是当压力不断的排山倒海的过来的时候 其实媒体内部它会有一些操作的守折 它会有一些方针去处理这件事情 它会去衡量说这样下去 是不是应该要尊重这些舆论的意见 了解 那实际的采访第一线的记者 就你看到的他们会有什么阻碍吗 就是政府现在宣称说你不可以用这个词 如果你在记者会里用这个词 他就直接把你赶出去不接受你的访问了 我们刚稍微了解一下香港新闻业运作的情况 那也可以看到说 的确是因为政治氛围 有稍微影响了新闻业在选财的方向 会有这样子紧缩的状况 我们可能就要回溯到2019年3月开始的反送中运动 因为那一次的公民运动参与的人数很高 就是在2019年6月16号主办的一次反送中的游行 主办方式号称人数破200万 那这样的话就的确是香港史上最大的一场运动 那他这个运动其实老实际上大型的抗争 可能可以延续到2019年底 其实很久 那现在还有一些零星的可能就没那么积极了 可是过去那2019年一整年其实都蛮动乱的 就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紧铃的冲突 那也有一些伤亡这样子 所以在这件事情过后 中国在香港实施了国安法 就让这个管控更严格 这个活动也因为这个法 所以慢慢地平息下来 那我说我们现在来聊一下这个关键的运动 想要问一下阿猫就是 你有参与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吗 我有参与前期的一些和平的示威 所以你当初参与这个和平示威活动的时候 所谓的和平示威可能就拿着牌子在路上走 那这个运动到后期变得比较激烈 就真的有警民对抗 丢汽油弹 然后警方也会发射一些催泪弹之类的 那在前期可能就是在三月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比较和平示威的活动 所以你当初参与的时候 是支持这个主办方他们说这个 条例上的反对吗 是的当时我的立场是反对这个修例的部分 所以你说前期有那后期呢 在运动的后期我并没有参与 因为运动进入到一个比较偏向于 双方没有在对话 或者说没有一个对话机制跟对话空间 所以只能透过一些比较暴力的形式 双方都会透过一些非和平的方式去处理 其实你也会知道说 这个运动它会是一个恶性 我觉得上升 不会期盼它的结果是一个真相 参与到其中本来就是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所以你说的后期可能就是从九月过后 就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比较激烈的抗争活动 是的 所以你那时候的看法是认为这个运动走到了 就是开始跟政府武力对抗的时候 是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 所以你才决定不要继续参加这样的活动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运动它的结果未必是 很大程度上应该不会太好 怎么说是从过去可能2014年的云散运动 或是更之前的运动经验去推算的吗 因为我们的历史经验来讲 这些年没有见到中共会在这么大的议题上 做很大的让步 而且中共后来确实 或者说港府它做了一定程度的让步之后 但是并没有得到示威者的认同跟认可跟接受 所以中共应该不会再做更大的退让 这是其实从那个时候我所理解的事情 是我认为中共连最前面那个退让 可能都不一定会做 你说最前面的退让是什么部分 就是停止修例 以及最后的撤回修例这部分 但是它最后就是暂停了 就撤回了 其实是一开始我不抱希望 可是在运动的过程中 那时候大家的情绪很高涨 而且国际上的声援声浪很高 以及中国政府那段时间的应对 是非常的仓促跟非常的不安的 所以会让说在香港这边的主流舆认为说 中共应该会做退让 它无论如何都会做退让 而且有可能会超乎大的期待 但是这是一种我认为说 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一种 至少是群体式的一种想象吧 它不一定是幻想或不一定是虚幻的 但是至少我认为在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说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在抗争当下 你说有在当时的国际情势 然后还有当时香港人 就是示威的一个力道 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是会让步 当然它的确让步了 那之后有想象到说 会有现在这样的发展吗 就是有了一部国安法 完全没有料到国安法这件事情 所以那有想过说 什么其他比较糟糕的后果吗 还是说其实他们会觉得 它撤了之后 就真的会往大部分香港人 追求民主自由的诉求前进 也没有想过 只是觉得说在那件事情上 可能有一个比较和缓的状态 可是后面会不会秋后算账 这件事情 大家都认为可能会 那你身边有就是朋友 是比较积极参与这运动的吗 当然认识一些 那发现这个运动 开始转为比较激烈的时候 你慢慢的退出 他们会对你这个表态 做什么样子的反馈吗 其实也没有 因为那时候很多人都在谈 所谓的勇武跟合理飞的部分 所以其实如果说今天大家 在至少某一部分的理念是相同的 我觉得都不会互相去强迫什么 就是都是自己的选择这样子 是的 所以那你退出了比较上街的运动 那你在网路上 或是在自己的社群里面 会有做什么样子的活动吗 其实后期大部分的人 也不会真的有什么 你自己觉得有对这个运动 带来促进的行为 你说就算在脸书 投一下支持的贴文 或者是就可能他们 因为中间不可能是一直无力抗争 其实有时候也是中午上班族 会出来占领 然后喊个口号再回去上班 或是在哪个百货公司 出来喊一下口号 就是这些动作 你也不会特别出去表态了 没有啊 那些都是在后期 香港它毕竟真的出来 响应这一类活动的 是少数的 是少数吗 所以因为其实在台湾的媒体看 其实是蛮多数 也不止台湾的媒体 其实外媒也是 那它呈现的人数 其实都不少 然后前期的运动 就是示威游行 还有后面的暴力 其实后期也是 因为那时 活动其实都是算是多数 可是你说中环上班族 出来罢工啊这一类 我觉得它没有形成一个 很大的范围的认受度 早期的时候是有的 而且那个时候就大家可能会选择 比方说请兵驾或怎样子 然后呢 而且就会有一些比较行动派的 比方说他会出来去阻拦一些车辆 或者是地铁 或者是去地铁站门口去宣导说 大家不要上班之类的 还有这种自发性的 这种集结跟总号召力 可是你后期越来越没有 没有这种 就是这种是 它是呈现一种 气势会慢慢衰落的 所以是到后面开始心有余力不足吗 还是说他开始发现 港府可能也没有想要 跟他们太多的对话 然后看到就是警力 这样子的对抗民众 是太无力了吗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是说 今天你要以一个 什么样的心态去做运动 就是你是一个假日的运动者 还是你是全心全意 去投入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多数人 他可能都还是要顾及 他的工作 他的家庭 然后现有的生活 因为他也没有办法期待说 今天他全部都走上去 来抗议 可以把这个政府推翻 我觉得这个现实主义 还是在这个社会中 占有很大的比喻 前期我们可能 就是说很多人 他愿意去表达这种立场 他愿意走上去 他可能就是因为 对某些事情 他真的是很不满 然后他觉得说 到了他要表达的时候 可是你后期 你看到的东西是说 第一运动者 他自己也在分化 运动者分化是指 就是运动的领导人 在领导的时候 路线的分化 就是想不想要追随 这样子的人 但可能是参与 比较多的一些运动者 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那像一般 说的上班族 他只能靠着假日 或他的休假日去参加 在一个将近 长达一年的运动 到后面 后期 就像你讲的 开始友人 就是没有办法 每一个周末都出来了 也是你刚刚讲的 比较务实一点 或是比较现实一点 他要顾及自己的工作 那就你听到的就是 会不会有一些企业 他会因为 就是自己的员工表态的问题 然后会施压 或甚至就炒掉他 当然会 当然会 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如果他的老板 他是不希望 就是他员工参与政治 或者是他老板的本来政治立场 是比较偏向于政府的话 那他可能会做表态 他可能会要求员工不要参与 甚至他可能会把员工开除 都有可能 同时也有一些老板 他是支持员工做这些运动 甚至他可能会主动的去 把自己的店关掉了 关掉一帖 所以其实两边都有 那想问在媒体业会 有这样的情况吗 就是公司会告诫大家说 尽量不要上街去 我所了解的是没有听说过 有同行是遇到过这种状况 但是就我的经验而言 大家也不太会去 认真地在回应这件事情 比方说明天要罢工 大家对于这件事情 都有一个比较高度一致的态度 可是也不会真的就集体罢工 因为特别是在媒体的角度而言 我们是一个全天候的运作 我们是需要把这些东西 呈现给大家的时候 我们如果缺席的话 也是不太OK 那我们知道就是2014年 香港有雨伞革命 那台湾也有太阳花学运 那时候就是台湾跟中国的 服务贸易协定 然后在台湾被一些学生 或是一些也是民主派的 抗议人士就觉得说 这样太轻忠了 想要去表达抗议这样子 刚好就是香港跟台湾 在2014年这段期间 都有这么剧烈的一个学生运动 所以那时候台港的青年 有很多的交流 像是香港的黄之锋 周庭 然后台湾这边有林飞凡 陈维庭这些人 那这些港台的青年之后 也都是陆续从政 就是想要在体制内做改革 那我们看到最后的结局 就是不一样 台湾的青年立委或是议员 还是在岗位上奋斗 可是香港的年轻区议员 或是一些立法会的议员 就是入狱了 你怎么看就是香港的反政府运动 会对你来讲 会有什么样的反思 香港突然就是政府去控告说 你们这些人是违法的 然后把他们都抓起来了 所以他其实问题就在于 你怎么样去判定 他到底是违法还是不违法 但是某种程度上 你就可以反映到 其实政府 他确实是在用控告这种手段 去打压一击 这个大家都看得到 我觉得大多数的 就是我觉得 我不能代表大多数市民 我认为说我身边很多人 他几乎都对这件事情 觉得是很荒谬的 所以香港的社会 它出现了太多太多荒谬的事情 有时候就让我们觉得很荒诞 像怎么样荒谬 就像是那个香港立法会 他立法会初选 中国政府或者是香港政府 他的一个说字是说 你们是想要达到一个过半数 也就是35家 35家就是过半数 过半数的话 你会怎么样呢 你就会否决政府的财政预算案 然后他就继而滑坡到说 那你们就会推翻政府 所以你们违反了国家安全的法律 他用一个滑坡的方式 去为你赦罪 所以他一步一步这样子去解读 他说你过半 你就是要推翻财政预算案 可是一个地方的财政预算案 为什么不能够被否决 他如果被否决 为什么就代表着推翻政 这是一个没有逻辑连结的东西 但他就真的这样子去 对他就真的这样子去表示了 我觉得是蛮惊异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演义 就像你讲的前几年 你可能没有办法预测到说 现在香港会是有一部国安法 在那边束缚的大家 那就你来看 在习近平上任之后 是不是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主因 就在对于香港收紧他的管控的部分 我想一下 放轻松放轻松 你可以慢慢想 因为其实 最近访的一些受访者 他们在讲到自己的运动 或是一些经历的时候 通常都会提到2011年之后他上任 不管是媒体业 文化业 或者是一个做学术研究的 其实他们也都很明确提到时间点 也很明确提到 的确就是在习近平上任之后 开始有的 当然不会马上就收紧 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所以在香港 其实对香港的态度也是这样吧 应该可以很明确看到说 他就任了 他掌权了 对于香港就是不会太放松 也很难会有让步 我觉得其实从最近这十年来 无论说中国的政治环境 或香港的政治环境 不断的收紧 这是一个大家都显而易见的事实 逐年的对香港的管控 比较严苛 越来越收紧 就是可能是香港 中国政府那边的态度 是这样子吗 就是他们有计划的 想要做这件事 还是说是有一些政治的事件 我觉得这样理解好了 就是中国政府他想要收紧香港的自由 或者是处理说香港政治 对他可能不太友好的 对一些模式 制度也好 其实这个是 大家一直以来能够理解到说 他会有这样的方向性 就是他希望香港有更多的 所谓爱国或者是爱内地的 这些政治人物 以及这些舆论的声音 这些应该是大家一直以来 都能够了解到的 至于他要怎样去操作 我觉得他在过往的实践当中 一直都是不太成功的 就包括他国民教育的科目的修改 还有他关于普选 当然他有守住他自己 所要守住的那些策略上的 或者是制度上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他在经历了很多的反抗 他最后没有办法推进一些政策 但是他也没有真的因为反抗 而让步一些东西 所以你觉得国安法会是一个分界点吗 从这部法之后 他可能会开始有一些有效率的 慢慢的去做这件事情 是的 就是他从被动变成了一个比较主动 因为被动在于说 他在每次主动推动一些政治的 或者法律上的调整的时候 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而他们最后或者说港府 他们都接受了这样一个 暂缓这些议程的做法 包括23条 但是后期的话你可以看到他更多的 从国安法开始 他是一个更多的主动介入的过程 我认为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于香港的理解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特别是他最近这些年强调的这种全面管制权 他某种程度上是在表达说 我要对香港的政治形势的走向 有一个基调 我要能够控制住你 而不是说让你某一天真的 就是说因为太大的反抗声音 而让我必须要对你做一些太大的让步 所以我觉得过往是说 今天香港比方说有一些小型的 小规模的运动 他认为只要能够缓和住局势 然后不要产生太大的影响 他还是更多的想要保留香港的国际的形象 还有他能够给他提供的一些实际上的功能上 经济上的功能 对 还有政治上军事上的一些功能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他一开始是说 没有想到说我要这么快的去改变 大家对于香港的印象 或者香港他社会的模式 可是因为反送中的关系 可能让他把这件事情重新思考 是因为搞砸了吗 就是实在是场面那种太难看了 也很难去做任何的补救 既不能让步 然后警察也都出动 应该某种程度上是他到了一个基点 我认为他是去到说一种 就是说他现在他又不能让步 本来让步也不符合他的利益 然后他现在又把香港的形象搞得 在国际社会上不是那么好看 所以他某种程度 他还不如就直接接手就好了 对他就更多的去主动去介入这件事情的话 也能够推进他的一层 这样好像是他可能性价比最高 就CP值最高的事情 所以对中共政府来讲 就是反送中这个运动 对他来讲是一个介入 然后开始收紧香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 然后是CP值最高的一个时候这样子 是是是 那我们来看就是在国安法实施之后 其实香港的社会运动就开始减缓 刚刚有提到 上街抗议的情况也越来越少 香港好像就恢复宁静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其实香港人是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一个宁静 想问说你认为这场运动真的就已经平息了吗 我认为没有啊 我认为他可能会把更多的矛盾 更多的冲突埋在地下 然后在某些特别的时刻再爆发出来 那你觉得他是会在再一次有一个压迫的就是事件然后再度爆发吗 还是说会在其他的国家爆发出来 我觉得在其他国家爆发离岸运动没有意义啊 离岸运动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实质的意义 任何国家你真的要做民主运动或者是 全部都是在本土发生 所以其实因为运动就是一件很激情的事情 就你会有很多的感触 所以我们在参加 就是我们自己也有参加社会运动的经验 其实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人有一些运动伤害 就是可能投入了很多情绪 或是路线不一样会有一些摩擦 那到现在突然都安静了 他们要怎么 你认识的一些参加运动的人 要怎么样去抒发那个情绪呢 要不然就是他在做一些生活上的抵抗 怎么说 他可能比方说他吃黄电 或者他拒绝看中国的节目 或者是他在生活中践行他 对于这个中国人也好 对于这个国语也好 或者对于中国文化上的这种排斥 或者说他今天他践行一些 比方说他只搭公车 他不搭捷运 因为他可能认为捷运的地铁的公司是 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比较某些行为比较倾向于政府 生活上的抵抗 对 你说港铁就是捷运港铁的部分 就是过去是803 对 对就是那时候是有一些白衣人进去黑岛 然后去打了一些港铁上面的民众 那时候有很多示威者在搭港铁 那时候警察来得慢 然后港铁也没有太大直接的应对 所以造成蛮多人的受伤 在那港铁上面 早期的时候我们认为说 就是港铁他是 还是有按照正常的方式去运转 甚至他可能就是 有特别去把示威者 给他就是接走的这么一个短片 在网络上流传 然后也有一些可能司机 他也有就是喊一些口号支持 了解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有提到说 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 然后黄之锋啊周庭 还有一些快要50名的泛民主派的 立法会的议员区员被控 那他们现在有些人被关押 还没有办法报市 他们大部分是被控 就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 那就是国安法实施之后才有的罪名 加上就是3月11号 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他通过了香港选举的制度改革 那这个改革很 简单来说就是让亲北京的人 更容易进到这个立法机构 他就是要阻绝 刚刚那个阿茂提到的就是 他觉得过半了可能就会想要去推翻政府啊 所以他就设法让你不要过半 那因为这样子的改革 好像就会离过去香港人 从2000年初期到现在 一直想要追求的东西越来越远了 当然就是有一些评论 不管是在香港 在台湾或是在国外 都会有评论说 是不是一国两制已死 就是在1997年回归之后 当初中国承诺就是这50年不变 但现在才23年 他就变成这副德性 是不是这已经违背承诺了呢 你怎么看 我认为一国两制已死 这个说法它是确实某种程度上 在反映大家对于香港 现在制度上 还有自由被限缩上的一种焦虑 也能够反映出香港发生的巨大的变化 那你觉得实质上是这样子吗 实质上我认为 其实今天更多的在强调一国 当然中共官方是不会将一国两制 这个词太过分的去拆开 他就是他会这样子完整的把它提出来 然后可能会说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 但他也不会完全去淡化两制这部分 因为他目前至少在形式上 还是有两制的差别 至少在经济制度 还有整个政治架构上 还有事务性的架构上 以及两边他有边境管制也好 还有他不同的这种水质 很多很多的方向性 可是我觉得可能 以后会不会澳门化之类的 还要再观察 可是今天即便是台湾也好 还是西方国家也没有把澳门当成 跟中国完全当成一个整体的看待 他还是被特殊处理 台湾也是 台湾把港澳 单独作为两个不同的地区来处理 所以对你来讲 可能就是在政治的运作上面 然后还有一些边境的部分 可以稍微区隔跟中国内地的情况 就是两制的部分 那如果慢慢的 假如说我们的选举 因为现在泛民派有一大部分都在监狱里面 这其实是一个很讽刺的现象 如果是两制的话 应该是要有一个充分的空间 可以去做一些政治上的活动 可是当有一部分跟政府意见不一样的人 几乎都在牢里面的时候 这还有两制的空间吗 那就是跟中国内地一样都是一党独大 就像那些评论讲的 差不多快要没有了吧 我觉得外界要做怎样的解读 都是外界他自由评判的部分 当然可能对于中国官方来讲 他会强烈的谴责这样的说法 当然当然 那如果对香港人来说 因为中国政府的说法 我们听很多嘛 就是每天都会有那个 外交部的人在出来发声 就说你不要再管他国事务了 但就香港人自己来看 香港人自己来看 我认为说 今天很多人应该也会去思考 说是不是两制已经消失了 或是在两制这个东西 在中国是可行的吗 因为他曾经把这个拿来当做 是对台湾的宣传 那如果是台湾人看到这情况 应该 所以我跟你有不一样意见 我之后就在牢里见了吗 这其实是一个很讽刺的示范 如果他真的想要来 对我们就是招手的话 这其实是一个很不OK的宣传 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共对台的一些战略 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以往他可能想要把香港当成范本 但这个范本也没有在发挥作用的情况之下 中国虽然现在目前对台湾 还是宣传一国两制 而且把一国两制这件事情 当成一个议程去做 但是最后还是不免会撞上 其实台湾无论是政府 还是民意上的差别 所以其实很明确就在于说 你台湾民众 他会不会最终去接受 这样的一个统一 或者是这个两制的安排 所以还是看台湾的民众 台湾的政府 最后要做什么样的决定 那现在显然的没办法了吗 没有办法的意思 不就是说一国两制 这样子的说辞 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说服台湾 间接的就在讲说 这个事情是失败的在香港 因为他在台湾人眼里 就是没有达到当初 中共政府对香港的承诺 我觉得你是在以台湾人的视角 在看这件事情 可是今天如果你是从 香港的视角来看的话 香港人是没有权力去 评判一国两制是成功或失败 因为今天香港他已经变成说 他的所有的话语权 其实把握在 就是在政治制度的话语权 是把握在中共的手里面 香港人可以透过他的发声 可是你今天你这样的发声 他能不能够推动 这个制度上的眼睛呢 你其实今天就 你从和平的角度 你也没有办法去 给他提出意见 因为他也没有想要跟你讨论 政治制度的部分 了解 那因为刚刚有说 就是这个话语权在中国嘛 对于香港人来说 其实过去的上街 或者是说我们讲 反送中运动 他的底就是在强调 我们要一国两制嘛 维持这个司法的独立性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游行 那这么多香港人上街在初期 其实也就是在捍卫 他们心中所谓的 一国两制的一个 最基本的样子吧 那现在如果说 已经没有了 是不是他在 大部分香港的眼里 因为最后的结果 跟他们当初又要抗争 是不一样的 在大部分香港的眼里 应该也是消退的吧 对 就是其实 因为你刚刚说 我是以台湾人观点 没错 因为过去我们看到 中共在对我们招手的时候 是这样讲的 你在香港可以看到 他们想有充分的自由 可以去参政干嘛的 可是2014年 你们要争取的真普选 一人一票去选特首 还没有办法实现 然后到后面 那个逃犯条例修订 草案已经停了 可是最后迎来了国安法 都是跟香港人 想要争取 这个所谓的 一国两制的底线 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我可以说 一国两制 在香港慢慢的消失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你觉得 在怎么样的情况下 它就是真的已经没了 是中共得说 我们现在香港 就是完完全全是中国的 我们要享受 同一个体制 这样的情况下 才是一国两制 已经消失吗 我觉得你今天说 一国两制消失 其实我也不需要去 去否定这件事情 但是最后还是要看说 这件事情的话语 全掌握在谁的手里 今天如果中共说 它是有一国两制 这件事情的 那你台湾 你美国 全世界各国家 会不会继续去维持 对香港而特别对待 如果它还是跟中共的说法 是保持一致的话 那么程度上 就是中共的话语权 它对于决定香港 是不是一国两制 还是存在一定的作用 所以你说 当其他国家开始没有 不去承认 那个香港的独立性 或是特别性的话 其实那功能就消失了 但我认为这件事情 并不是那么低 因为其实其他国家 也要考量到 它自己在香港的利益 在中国的利益 我觉得 绝大多数国家 也不会这样 轻易的去做决定 所以你是认为 这个必须要是 中国它这边的话语权 加上国际社会 怎么看香港这样的地位 来决定香港 是不是真的 已经一国两制消失了 也就是说 今天只要 中国说它是一国两制 就算它真的 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它还是一国两制 这样子 对 也许它还是一国两制 那就你这样看 它会在50年之前 做好一个 50年后接收的一个准备吗 因为总是会到50年的嘛 我们有生之年 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到 因为很难说 我们一国两制 突然50年 我们就换了另外一个 政治的形态 不可能 没有人可以立刻接受 这么剧烈的转变 所以在这个国安法之后 会不会是一个转折点 它慢慢地迈向 那个50年的一个终点 我觉得今天 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 已经到达终点了 所以是不抱希望了吗 对 不管是年轻人或老人家 都是一样的吗 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 因为总是在政治上面 有一些世代的差异 老人家都快入土了 他也不会理 那身边会有一些朋友 想要移民吗 很多啊 很多 很多 你身边就 算是主流的一个想法吗 我觉得蛮主流的啊 香港人想要移民 应该很主流 就算是蓝色也要想要移民 为什么 就没有为什么 就是香港就是一个 对 我觉得是香港的 这个城市的属性 就是 香港本来也是一个 移民社会啊 对吧 就可能有些很多人 很多香港人在这边扎根 但是其实你 好像算他可能也不过两代 对 今天的香港人 他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 新的一个民族的概念 而且他没有完美 形成的情况之下 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运动之后 不会有更强烈的一群人 或是数量很明显提升吗 因为其实看数据的话是有 我认为一定是有很多人 加快他移民的安排 但是具体而言 还是要看说他们有没有资本去移民 对具体还是要看他有没有本钱 就是有很多的考量 所以可能包括你会 是会愿意留在香港的吗 对你来说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 这个要再看状况 但是是会被这次的事件影响吗 就身边的朋友而言 就是大家确实会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说 但也有朋友就是很现实 他就会觉得说今天我要移民去国外 我也没有办法生存 就是我没有办法做他们 是那些移民行业啊 就比方说我要重新再念一个 什么农业或念一个医护啊 之类的 然后我也不喜欢那个行业 那我去了之后 我比待在一个 这个专制的地方更痛苦啊 他可能有这种原因 他觉得我在专制的地方 可是我做着我喜欢做的事情 嗯哼哼 好了解 那我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就你个人现在 对香港的未来 有什么样的期许 还有任何的期待吗 我其实没有太大的期待 对 我觉得不抱期待 不抱期待 那对中国政府呢 对中国政府怎样 会有 就是对中国的一个政治 或是未来 在我们有生之年 还远不可测的未来 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我们今天不讲他 会不会实现 我说就你个人 我认为每个人 对于国家的想象 应该都不太一样 对于某一个国家 他未来 应该要成为一个 怎样的国家 特别是在中国 这样子的国家 其实你要去期待他 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我有问过 就是中国的学生 他说讲说他的期待 他有自己想象中 他的期待是什么 他个人 他是对自己 他跟我们说 他是以中国人 身为中国人为傲 然后他希望 当然是言论自由 慢慢的开放 是一个可以彼此 尊重对方的一个国家 不会因为他的声音 跟我不一样 我就要去把它 踩在地板上 那当然他也很受不了 就是举报的文化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人性 很险恶的东西 所以他还是 对这个国家 是有很大的想象 毕竟他还是爱这个国家 所以我才想问你 就是你自己 不管未来怎么样 你有想象说 你未来生活的 这个国家 如果你一直待在这里好了 你想象他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地方 就很微妙 我的一些观点是说 今天中国很多的民众 他是被官方的那一套 意识形态给驯化了 所以他们对于中国的想象 是跟着官方的想象走的 所以他会认为说 未来的中国 应该变成一个 现在中国的升级版 其实现在中国 已经是他们认为 很理想的一个样貌 某种程度上 经济上吗 经济上也好 社会文化上也好 当然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会遇到无数的挑战 会发现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 各种各样的制度上的漏洞 人性上的漏洞 法律上的问题 但是他们不会把这个东西 上升到一个国家的层面 他可能会把它上升到 人类都是这样的 但是他就会 不会上升到 这是国家的问题 他也可能会认为说 这只是我的生活出了问题吧 或者说我周遭的社会出了问题 他绝对不会认为说 这是这个国家 应该要去做改变的方向 所以中国人的 对这个社会的梦想 应该就是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中国人 还是在思考说 他自己有没有 有一个好的生活样貌 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认为说 我不会无谓的去期待这些事情 因为我认为 未来的事情 第一它不可测 但如果说它没有什么意外的事件的话 真的就一切都是按照现在的进程的话 我认为未来的中国并不是一个那位先生或小姐所期待的样貌 我认为他言论可能会更加收紧 好 非常感谢阿猫今天的分享 然后让我们可以听到目前还在香港打拼的青年的观点 那也希望就是香港一切都好 谢谢 谢谢 那这个节目来自五星的你将会邀请更多曾经在中国生活的华人 或是对中国有长期观察的华人 和我们分享他们的中国经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见 你刚刚听到的是Y平妹与阿猫的对谈 身为香港第一线的新闻工作者 阿猫告诉我们 在2020年国安法实施之后 媒体遭遇的真实现况 即使不是立场鲜明的媒体 在选择题材时 也生怕一不小心踩了红线 所以只好自动减少某一些报道 自我审查就是这样开始的 除了新闻工作址之外 学术界的教授们也被迫自我审查 在全球疫情的时代 科学家也不敢表达 对中国政府不利的疑问 就算不动用国安法 也会为中国及香港政府眼中的异议分子 带来很多麻烦 在访谈里 Y平妹提到的《苹果日报》 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先生 他们是第一个被攻击的大型媒体 自由派的香港《苹果日报》 在2021年6月被迫停刊 许多长官被逮捕 为了保护记者 《苹果日报》在网路上的遗迹 通通下架 社群媒体也全都删除 26年的报道 从此消失 在这几个月内 许多香港的公民组织解散 上周 三个大学校内的民主纪念碑被移除 昨天 《立场新闻》的多名高层 以及前高层人员被逮捕 办公室的电脑及文件被扣留 财产被冻结 所有员工及时解散 《立场新闻》于2014年12月底 雨伞运动后成立 到2021年12月29日 终止营运 这是继《苹果日报》之后 第二大被关闭的新闻媒体 《法新社》的记者苏星奇 昨天在他的推特上写道 这多多少少都是预料之中的事 但这没有人能做好充分的准备 今天早上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版写着 共产党不能容忍一个自由的媒体 报道它破坏香港自由的现实 所以它把香港的记者 诋毁成罪犯及叛徒 评论版的总结为 共产党将所有的经济活动 都视为有政治性质 而本周的镇压也证明了 在香港做生意 没有人是安全的 最后跟大家推荐一个 讲述中国审查的podcast 叫404档案馆 节目聚焦在中国互联网上最流行 同时也是被审查 最严重的新闻话题 例如彭帅揭露 中国前副总理的性侵事件 黄明志的新歌 国立新和墙外 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之路等等 讲述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 并呈现网友们的精彩的讨论 在podcast平台上搜寻404档案馆 或在YouTube搜寻中国数字时代 你正在收听来自五星的你 由归岛之音制作出品 每一集我们跟不同 有中国经验的人对谈 在中国长大 工作受教育 以及已经离开中国的人 透过他们的观点和经历 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 本期节目制作人是我 Emily 主持人Y平妹 剪接迪努林 后期计划是Lise詹 制作助理Trevor Liu 感谢Arthur正的协助 行销由凯西带领 Irene红之心 如果你正在用podcast app收听 现在马上按下follow订阅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 欢迎在Apple Podcast YouTube留言 或是上 轨道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社群粉专 脸书 IG Twitter 我们都会看 下周见